Jonathan是个996的打工仔 普通白领 他每天早上起来 他调了7点的烙铃 但是总是拖到7点45才勉强起来 最后的15分钟他会冲到厕所 但是他的眼睛也差不多开不了 他爬到浴室在洗过脸刷了牙以后 他吃把大量的糖分的所谓健康的玉米片 倒成早餐 塞进自己口里 然后他在坐在公车的路上 他觉得很累 而且心情很烦躁 因为人很多 然后他到了公司 他已经很累 然后胃又很胀 然后又有anxiety 很怕人家走过来跟他说话 更差的是他很难闻 他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 Marcus是一个high value man 他知道自己的purpose 他知道自己的目标目的是什么 他每一天晚上10点准时就睡觉 然后当然早上5点 自动起来 不需要闹铃 为什么 因为他读了一本书 叫5am club 起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消热水 然后泡一杯纯热的黑咖啡 然后他跑到浴室里 泡一个冷水澡 但是真的可能会说 冷水澡会让你生病的 会让你感冒的 Marcus他不是像一个初学者一样去冲冷水澡 他也是普通人 他会想尽可能尽快的泡完这个冷水澡 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他就会把那个水龙头开一点点 然后用水涂在自己的身上跟头发上 然后涂上 shampoo 洗发水和冲冷液 他做完这些以后 其实已经把头洗好 把身体洗好 只是他需要用冷水把身上多余的 shampoo跟冲冷液 把它洗干洗干净清清除掉 所以他会深呼吸 然后大概三到五次 然后把膝盖微微弯曲 像做一个椅子 像那个身体的posture就像做一个椅子 但是是一个无形的椅子 然后就把冷水开到最大 然后呢 冷水就会从头到脚 完全经过 然后你 头四十五秒呢 会冷到飞起来 但是呢 四十五秒过后 我保证他的身体会适应 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死过无数次 然后他也明白到四十五秒以后 你不会感觉到冷 你会开始把人站起来 刚刚不是说膝盖微微弯曲吗 然后会站直 然后整个人是很冷静的 然后他就会把自己洗干净 就整个过程其实最多就已经三分钟就结束了 然后Jonathan会说 会不会感冒的 会不会有新装病的 会不会伤到自己的 然后Marcus会抱一微笑 因为他知道Jonathan从来没有尝试过 他知道Jonathan从来没有尝试过 而不会知道洗完以后的感觉 洗完冷水澡以后 你会feel excellent 你会微笑 带着微笑 走出那个浴室 因为他知道 因为Marcus知道 他完成了一个挑战 而这个挑战是没有大部分人 都不会愿意去尝试 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 更何况会真的去赢过这个挑战 但是Jonathan会说 哦 真的很老土 很熟悉 然后就觉得哎呀 你看不起我吗 你比我强吗 你喜欢冷水澡就觉得比我强吗 Marcus当然不会觉得比你强 因为他根本不在意 他根本不在意你自卑的想法 他只知道他 他是up for这个challenge 他敢于挑战这个challenge 至少他知道他不怕 这个冷水澡的challenge 他知道自己今天完成了这个challenge 他知道今天他踏出了他的安全区 舒适区 他踏出了他的 comfort zone 因为他很清楚 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挑战 充满了不舒适 但这个没关系 因为他就像我们channel的口号 Proactively embrace difficulty That's how you take control of your own life 他很清楚明白 如果他自己像个little bitch一样 他像Jonathan一样怕痒 怕痛 怕冷 怕什么都怕的话 他的生命就不能自己去take control 我不打算做太多的篇幅 去说什么是冷水澡 怎么去洗冷水澡 冷水澡的好处 因为这些你在网上都很容易找到 我就说几个冷水澡对我最大的影响 就是他让我踏出了抑郁症 然后还有把我的脑雾的问题解决了 还有就是我不说其他什么科学的境据 什么论文什么 他单单就是还有一样 第三样就是让我觉得很开心 就让我觉得感觉很好 这个就足够了其实 对吧 人在世界上你不想 一天你都不想有不开心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我很提倡冷水澡 这个当然你冬天的确是很难进行 但是至少在夏天的话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反正我在夏天的时候 我是每天是很期待洗冷水澡的时候 因为很舒服 那至于Actionful Step 那个确实是怎么实行 你听刚刚一开始 Marcus他怎么做 只是那个就是我自己总结的Actionable Step 最后我想你想想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Marcus跟Jonathan 哪一个比较有赢的可能 你想想如果你是这两个人的经理 这两个人的manager 你手上有这两个人 Jonathan跟Marcus 你有一个机会 让他们心急 但其中只能选其中一个 你会选Marcus还是Jonathan 哪一个有更大的机率 能帮到你 不重货 把东西做好 做得很好 很完美 让你很放心 你自己想想这个问题 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的话 给个赞我 还有subscribe 下期再见 拜拜